我的独生 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首先向今天来到这边逛居一堂的各位朋友们 表达本人忠心的感谢 奉后诸位指向能力 借到面钓地变的 当然金钓地变的 第一次后才能idad 车走了 全部看到进会 本来探一点 先上大量过一做 跟山东 ad家 至于 每个人都会说 人都可以做出衣生 在座也许大家会纳门 为什么要先跟大家衷心的表达关怀跟祝福呢 因为有些人当然先前已经认识是老朋友了 有些是初次见面 今天算是头一回跟大家认识 但是实际上过去生当中 我们都曾经无数次的反复投生在轮回里面 所以我们曾经拥有过上亿次之多的不同的生命形态 所以在过去生当中我们肯定都有了很多亲密的缘分 包括可能是亲人可能是亲子关系 诸如此类的情感总是在 所以跟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种游然而生的一家人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发自内心跟大家表示 关怀跟问候 所以祝福诸位吉祥如意的道理 所以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这些人家里做了一个大小小的大小的大小的大小 这些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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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这个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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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 现在在家里面 西部的用力有些華在中間無法 在從來走進進走 上停的走進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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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時中他的ор估有些華在過 meal裡 他們說是千萬歲 救命的問題 我們在下雨時就不犯了 那今天主委会员前例来这边 我们来共同思考一些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在这个世上 基本上世界是按照着两种规律在运作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公的特色 这两种规律指的就是一个是纯正的宗教的思想 另外一个是一般世俗人所遵循的道德规律 这两种传统基本上使得世界能够稳定而和谐的运行 而这两种规律当中的前者 也就是纯正的宗教思想 以佛教来说的话 它的根本的核心在于认知到 所有的众生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目标 大家都希望获得快乐 所有众生想要避免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痛苦 佛教的世界观当中认为 世界分为三界 所谓的欲界色界跟无色界 无色界指的是没有形象的生命 而欲界跟色界指的是有形象的生命形态 不管是有形象具体形象 或无具体形象的生命形态 所有的生命大家在心里面共同的关怀 就是屈己避凶 就是离苦得乐 大家心里面共同追求的就是 如何能够获知创造快乐 如何能够避免解决痛苦 我们由于自己过去生的福报 不管是身体所造下的善业 或者是由羽言所发出来的善业 一些善业的缘故 使我们的今生 拥有了足够的智慧 能够有变息智慧的能力 所以我们依循着这样的能力 拥有着人的生命形态 所以可以以这样的条件来创造快乐 这一点是在佛教的 对世界的观察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当年头发展自然的 在佛教组三天 我西方在佛教组所说 他不让人无法渺少的 我和佛教组他罪天的 他很远的在佛教组所说 他才是乱梦的夺乱 在佛教组所说 在佛教组所说 静心里面共同胜就是 所以就是 在佛教组所说 現在這樣一開始是湊浪郎 而且就是湊浪郎 所以湊浪郎 所以湊浪郎 這裡是湊浪郎 湊浪郎 在西方hö 什麼湊那邊 養一湊 湊나�re湊 湊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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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湊浪郎 都這些 夜間受夾 人家的湊浪郎 他們有給湊浪郎 他说他不去找到 又看他 他告诉他 他来想 他去找他 他来找他 问他,什么叫? 他来找他 不许他оз的了 也觉得我可以来找他 我说我希望他能多 能够章之间 他用他手上 用彩虎种了 我有个背後他的答案 ческий常eny人跟 Silva说 呢vo 他让他推一个在歌 他知道没有歌 即使人当过 他知道 neighbourhood 就是对话 昨天他在这是 偶像 maker 正让他来呢 譬如國有法 譬如國有法 譬如柴英國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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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清楚 這個世界在物質層面的發展 是不斷地提升的 就我個人一生來說 就見證了在物質層面上的高度發展 而且這樣的發展還是持續在進行著的 之所以要發展它的陸地 根本上來講仍然是追求快樂的 可是在物質高度發展的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痛苦 也不斷地層出不穷的發生 而且痛苦的程度可謂不可思議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我們曉得前面提到的兩種規律當中 後者是世俗的法規 假使我們在為人主事上 只顧著世俗法規 只顧著今生的利益 著眼於今生的話 那麼很多問題就會層出不窮 比方說國家跟國家之間的衝突 紛爭就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因為只顧及到物質跟世俗層面 所以使得痛苦更加的強烈 那麼如果是一個純正的宗教思想 就是真正的純粹的利他的思想的話 比方說按照佛法所談的 願所有的眾生都能夠具足快樂的因 以及快樂本身 如果大家犯的是這樣子的願的話 就能夠減少衝突 以及衝突所帶來的苦痛 因為畢竟苦痛都是來自於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迷亂的想法 這些迷亂的想法 造成了後續的衝突跟災禍 它根本的問題都在於缺乏足夠的智慧 這些足夠的智慧 是需要仰賴著佛陀對我們的教訓 而這樣子佛陀他的成功之處在於何處呢 佛陀如何成就佛果呢 他如何具足這樣的智慧呢 佛經裡面曾經說過 佛陀之所以能夠成就圓滿的佛果 來自於他內心的利他心 要能夠有利他的心態 必須要利基於了解所有的眾生 彼此是平等這樣的觀念 如果我們缺乏了視其他生命為平等的見解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能互作非為 我們就可能創造了很多導致痛苦的誠意 相對的如果我們懂得一切眾生跟自己 在根本上都是完全平等的 我們就會懂得開始尊重對方 我們懂得開始感恩對方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乘著慈悲的力量提升真正的快樂 對方的事代上是最好 對方的品牧師會被人幫助 在一起去死後 也是最好的 我們就是要做什麼 如果你是要做的 那麼就是要做的 就是我們選中的決定 折磨俄 就是 他在的那邊,他在那裡, 他就是知道他在那邊,那這家 以前他在那邊做什麼事情 他就看了ところ,他就知道他是一個 只好,他就當心頭沒了 他就像他在那邊,他就像他一樣的一樣 就像他是有個客人,他只會有個客人 与收拾作为 44 Conte的 刘文鄉有一些 given 那数字 踊城中出味道 现在 cleanup会和这么多 detail 不系于总的 Quand他说了 매� Console没有人 比较大 并说宣传 200 并没有人留着 流水靠最后再棒小孩 是达了第二ixe 如果我跟血压冠冠 Members 我三次以为就发生了。 我这一年就是三次以为的, 我说是沙瓦子的, 那不是这话的讨论我, 不是, 所以,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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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horse, ulation, 他们, 那是一ala, 他在台儿中, 深夜以为, 他一部分阿拉奏的是, 他没有所谓的, 当时, 就先来 dream, 他出去看, 他才是自照日后李瓦 Ankara, 对话对于你这样说 都不会这么尽闭 他把他家里面都好像这个人 那他的家里就说 有个小跟子女 一人都不认识这个人 他有种男性 他这种男性没有 需要很有话 我这样的男性就在我家里面 第一次男性在你宫男性 当我们有什么东西,有一个东西说,当我们有什么东西,当我们有什么东西,当我们有什么东西白,当我们穿过来, 对于首先,我们怎么睁得着人,我们现在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东西。 然後身作 身不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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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力給我力氣 世上的妮佛 還有密宗的導師 兩華生大師 都曾經預言過 佛教會走到所謂的末世 五百年的武卓惡世的糟糕的年代 那麼他們都說在這樣子的末世時期 眾生的煩惱會非常的強盛 痛苦會非常的嚴重 那麼當我們面對這樣子煩惱強盛 痛苦嚴重的時代 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呢 我們總該尋找一個解決之道 尋找一個能夠逆轉局勢的方法吧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從煩惱跟痛苦的根本下手 也就是它的成因下手 我們現在要開始思考幾個問題 凡事有因有果 果畢竟是從原本的成因而來的 快樂 痛苦也無非有其發生的成因 我們必須要去考慮苦跟樂 他們本身的因果關係 當然關於這方面的道理 聖雅明佛他在經典當中 已經講了非常廣泛的內容了 這些內容我們如果仔細去思考它 會發現他對我們的生命確實是有利益的 怎麼說佛的話對我們會有利益呢 因為他可以協助我們承擔痛苦 協助我們解決痛苦 當然不可能立竿建營的當下解決你 正在面臨的苦楚 這是有一定困難的 就像是佛陀在經典當中講到 預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 就是你要曉得過去曾經做過什麼樣子的因 導致了經典的結果 你就看看今生過得如何就對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懂得思考 凡事事出必有利益 那麼一定要去思考事情的問題的根源所在 要開始從這個方面去思考 比方說有些人認為 金錢能夠帶來快樂 他能夠構築快樂 那這個快樂的根本實際上 說到底還是必須要有一個來源的 而不是立基在金錢的累積上面 真正的快樂它能夠來自於何處呢 他必須要有慈愛心作為根本 因為慈愛心能夠針對著 自我中心的這個缺失去做克服 他能夠克服自我中心的問題 由於自我中心 在佛家我們講說這個自我中心叫做我直 極為強調自我的這個態度 會創造了煩惱 由於煩惱會帶來了很多的痛苦 這先後之間是有連環的異國關係的 所以如果要解決痛苦 就必須要從他的因下手 從自我中心下手 沒有的自我中心 就不會有來自自我中心的煩惱 不會有這樣的煩惱 就不需要感到這樣的痛苦 所以大家都想要解決痛苦 就必須要確定我該如何 該從何處下手去解決痛苦解決煩惱 比方說當我們反觀自己的心的時候 會發現原來煩惱跟忌妒等等的 這些負面心理我也有 我也都實實的都有這樣的心態 正是因為稱恨 正是因為忌妒等等的負面心理作祟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好像被束縛了 被局限的這種感受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解決我的痛苦感 我就必須要從這些負面的內心狀態當中 去下手去解決 同樣的 當我想要快樂的時候 我也必須要去尋求快樂的因應是什麼 我們看看整個世界 當我們動觀整個世界的時候 會發現 不管是在物質生活上面 衣食無缺的 就像過得像是一國之君一樣 那麼樣的豪奢的一個生活狀況 它的根本來源還是在於 愛才能夠給內心帶來寧靜的 無論如何 愛都是最為關鍵的 所以我們去探討 所謂的快樂的因的時候 會發現慈愛心 才是真正給人帶來寧靜 帶來快樂的根本 就此以來我們所需要掌握的 所需要把握的那件事情 就非常單純 就是慈愛心 它就是痛苦的解藥 當我們曉得慈愛心 可以作為痛苦的解藥 可以作為自我中心的這個 根本核心問題的解藥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該如何接受痛苦 你沒辦法立竿見你的 解決這當下的痛苦 可是你懂得更好的去接受它 更好的去處理它 當然如果我們要從根本上 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你還是必須要了解自己內心的 真實狀況是什麼 在佛教我們講這個叫做心性 叫做心的本來的史相 本來的面目 真實的樣貌 但是你想要知道 心的真實的樣貌的話 這個就需要有禪修的功夫了 因為身體語言跟內心三方面 就是組成我們的生命的這三個方面 所以主要核心的那個價值 仍然在心 而我們要從心下手去做禪修 首先就必須要從剛剛所講的 痛苦跟快樂的因果關係 先去認識 逐步的我們才會了解自己的心的本性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你不得了 nominated 所以就要做照顧化的時候 屁股都要做的 只要強烈過我們 因此在現在這個人 都頂著地毀殺人 成功的 成功的要建位 反正都在這個份 真正有化的 改成跟一切 人是有化的 本來並不如原來 你來 但是那些人在山大海的遣称 但是ну點 山大海三間 但是沖子山大海 山大海 一 ayr山大的山大海三有山大海 山大海 山大海的山大海 那裡有山大海的沖子山大海 山大海 山大沖子山大海 然后 讲一个人想在发生 f 这种受感当的说法 就把这个上帝 上帝切剥有了 并插到这个社团的 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的军作有了 这个这个社团的插到我来的这个 他一样了 这个打不动了 说吧 有时候的 拿不来的 用不有了 第二个呢 这个上帝的 打不上帝的上帝的 奖祖师兄在深迁,呀 这种必放。 这种参数文字这种就是参数人,参数人参数债,参数人参数的参数等参数犁了。 后来之前参数是参数的参数也不提提。 人们说叫拦迟的参数就很远。 参数不远为参数不远,后来参数据参数不远。 那个人已经从冰昧 Anders身上过 которые受集了, 就是了真倒说三太・六两三太和少', 现在是三代事件没有说有压力的, 就是双κε等的再严谨, 就是询 COVID, 还说了假事 прест治的。 他们三长死亡有过的家, 也有一位选择到这里, 直到他免惹选走, 于是, 就转治, 从最后的盆子上只有那么多,那么多有了。 在这里上这个让余地相差的余地去, 不得余地去, 你们永远上这的话, 接着自己的余地说出来, 他就丢了那个余地去, 这里是结果的一种。 如果大家有所涉略的话, 会晓得佛陀所曾经说过的话语被截击成《大藏经》。 光是《大藏经》的佛语部就多达了103函之多, 再加上论典就是后来的注释的话, 那就有几百本了。 那这么多的佛陀的话语跟相关的注释, 他们谈的内容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意义, 虽然它的广泛的层面是那么样子的大, 但是最终要思考的都是同一个价值。 什么样的价值呢? 就是因果不虚的道理, 因果真实不虚, 没有任何的例外。 假使你懂得, 晓得业力因果是真实不虚, 没有例外情形的话, 那么你就会真正的展开了走向快乐的道路, 你会真正的在所谓的修行上面获得成功, 获得自在。 所谓的在修行成功,获得自在意思是说, 你开始因为信受了夜灵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 所以你展开了生生世世的快乐的路, 你能够在拥有快乐这件事情上面获得自主权, 能够有掌握的权柄。 由于有对众生的爱心, 对众生的慈爱心, 所以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生命, 能够让自己走向快乐。 反复的思维慈爱, 能够让你真正的住在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去把握的事情, 就是慈爱心。 我们真正要考虑的在乎的问题, 就是慈爱心的永无。 假使今天不能够拥有慈爱心的话, 那就会跟一介凡夫俗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慈爱心为什么重要呢? 比方说我们以亲近的友人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 我们机会亲密的好友, 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连结。 但是这情感连结, 往往会因为其他的因素介入。 比方说, 呈恨心介入, 别人的嫉妒心介入的缘故, 所以破坏了这样的爱, 破坏了这样的情感。 而当我们的爱失去的时候, 我们因为称心, 因为嫉妒心失去了我们对他人的关爱, 而被这个负面情绪给带着走的时候, 我们的下场就是很不好的生命状态。 比方说来世可能转生在地狱道啊, 或者是变成鬼魂啊, 或者是变成动物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保有慈爱心, 保有快乐的根源呢? 就是要皈依。 什么叫皈依呢? 要皈依什么呢? 皈依慈爱心, 就是臣服于慈爱心, 这个就是真正要皈依的。 我们要晓得所有的道, 它都是殊途同归的, 最终讲的都是慈爱。 如果你忠心的臣服于慈爱心的话, 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真正的皈依心。 有了慈爱心, 那将来的几千个辈子, 生生世世, 你都可以把握住慈爱的价值, 慈爱的特性, 最终你可以因为慈爱心而成就了佛果。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佛陀, 他们懂得最重要的道理就是慈爱心。 他们晓得了慈爱心, 他们在过去生当中不断地培养, 不断地呼吁他们内心对众生的慈爱, 最终他们拥有了广大浩瀚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反攻自行, 我们会晓得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慈爱心。 哪怕是一只动物, 他们也晓得彼此之间友善的环境, 和谐的气氛是重要的, 比方说动物会跟自己比较有和谐气氛的, 其他动物群聚在一起, 这是他们深信倾向慈爱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就要晓得, 原来我们真正在追求的快乐, 无非都是慈爱心所成熟的过失。 的你人 呢? 评论是在讲 Chopra, 然后在俩重的地方, unda剧 eder再讲, 然後三幾二三幾三幾1012 所以最重要的修行的口诀 它的窍门就在于保护慈悲心 培养慈悲心 这个慈爱心是最重要的 刚刚说到皈依 其实它就是一个寻求救护 寻求庇护完全成福的意思 如何能够得到庇护呢 这个庇护就是在慈爱心的庇护之下 当你有了慈悲心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你将来成佛 生生世世的路上 你就会受到慈爱心这个强大力量的保护 这个就叫做皈依了 那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慈爱心在战时上来说 可以给你除了今生的好处之外 来世可以让你获得转世为天神 或者是继续转世为人的这个好处 这是战时的 拥有慈爱心的战时的好处 究竟来说 长远来说的话 由于你有慈爱心 最终你能够成就佛果 为什么能够成就佛果呢 因为实际上佛跟众生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的心的本性都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差异何在呢 唯一的差异就在于自我中心的友谊 是否有我直 如果强抓着我直的话 那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像是冥完不灵的冰块一样 它就结冰了 相对的 如果能够能够有慈悲心去融化那个我直的冰块的话 它就会像是大海一样 那我们的心就像是大海一样 就像是水一样 它就不再是固着了 那个就是佛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乘着慈悲的船能够渡过这个轮回的大海 然后让这个心不再固着 所以说到底我们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窍门 就在培养慈安心 谢谢荣霍姐 那接下来呢 我手上呢 有几个那个就是前面 有我们的好朋友们先提了一些提问 那我现在用中文 因为荣霍姐已经都知道了嘛 好 那我们先从 第一个问题我先谈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有个好朋友闻到说 想请问荣霍姐 缘分的由来 就是各种缘分 那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甚至是疾病的缘分 疾病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我们有个好朋友所提问的 第一个问题 这样的证明 在今次进行之后 请问我 等这一个过来 那大家如果有啥提问的 可以 请问提问单 然后交给我们那个医学 这样的医学 看这个医学 看这个医学 对 看这个医学 看这个医学 对 看这个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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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这个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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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这个医学的医学 在医学上做医学 在医学中的医学 在医学中的医学上市 功能治 updates 这个医学 医学中医学 对 医学中医学 医学中医学 对 医学 医学中医学 有没有任何事,就没有任何事, 但是,那些事实上, 因为,如果他有任何事, 他会识论,他会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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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识论, 但他会识论, 说是他识论, 您的意思是 關於這個事情 怎麼樣 所謂的緣起 或者是因緣發生 是怎麼樣的情況 實際上也是如同前面所說的 它是因果相生的 關係 比方說以疾病來說 如果今天 按照佛家所講的 負面情緒這些煩惱 主要有三大類 或者是稱心 就是憤怒 第三個是無知 有了這些更進一步的 就會創造出像 嫉妒、傲慢 更進一步的一些負面情緒 有時候我們稱大家都誤讀 而在 佛家的醫學觀念裡面來講 貪心、稱心 跟無知 會造成 包括體內的禍 旺盛 還有循環系統出問題 還有就是 包括身體的氣的循環 也會出問題 我們在藏醫的觀念裡面 主要就是講這個 肝、火、氣 還有內組織液的分泌系統的 三大關聯性 他們基本上都是跟 貪心、稱心 還有無知 相扣點在一起 這也是一種因果關係 當然當我們面對疾病的時候 一般人不會認為 這個內心有關的 比方說 總會是跟自己的無知 造成了疾病 我們不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呢 確實是造成 確實是因為自己的 負面的情緒 影響了生命 這些彼此都是有正相關的 比方說 情緒跟情緒 本身也會互相促成 舉例來說 像貪欲會促成自己進負的基督心 而基督心會促使更多的不善業 而不善業會導致痛苦 但這一切都是有前後 由先而後的一些 避敬的次第 這樣的避敬的次第跟程序 實際上體現的就是 事物本身的英國本人旗 互相觀點的一種規律性 電問題 有許您好朋友 這個他們說 健康平安快樂 我都有 要活得精彩 知書達理 厚得債務 是我的生活原則 我基本上也努力地做到了 那麼我人生目前 希望最終的追求是 一無所住而生其心 請教大師 會師高見 一定休息 不僅僅 他很難以任何 但呀我认为些人议得搁资钱,最好的一张 θ選那些人议 sel公司を fool过social 名显得来的 名显得去 int heke 勿议ns议一份 Ap 西当·川特野 ぜier物至起来的 停止成的 在床138、原因23 地部又亂逗亂击 亂逗亡还拍文 而以彪 masterpiece 放冰马朴 放冰马朴 地部は长斗 dere再放冰马朴 但是電話 céu到達農場 那三car人仲敬 眠慢点,不用被告 油丁 屎ところ的 是甜山 漂出鬼 才是 …… 不 …… 也就是 Sensky 寫着耳朵的耳朵 穿着耳朵语 耳朵啊 那位 都是同样 carry 是三十呢 就是三十三十呢 这个似乎是三十一呢 却是等我 手我走 那我走 飾彩由奥特有时候,就把斗尼华的 所以那些面权的 让那棗的处、你看, 马胖、賣,某,刀 是不是很长的 而且不得了它 所以说那棗子 然后,现在他们不是很长的 所以他们并将组得 杀他 所以就在一PD 也把你做的 但是我又一切可以做的 但你不要做的 但是你能做的 你不想做的 但是我的原因 你一直做的 我看你做的 你做的 你真的跟他走 我看你做的 你要做的 我去做的 你做的 你俩冲一下 抹射车长在这里 插发 过后 这次是默契 这些都是 Manager的骤马车 但是人家是没关系 用得多 现在605天 但这些国家是罗汉球的 也要由那個道理來呈現喜慧往下繼續說 首先因果不管是快樂的果或者是痛苦的果 基本上都是決定於取決於過去已造的業 快樂的業已經是造下了 當然也不太會有改變 它就是會成熟為樂果 苦果同樣也是的 但是還沒有成熟的苦果 我們仍然可以透過進化惡劣的方式 將加以解決這還是我們需要去做的 我們曉得惡業還是來自於煩惱 來自於我們的貪心 來自於我們的成恨心 來自於我們的基督心跟吝嗇心 除此類的 而這些心理狀態是現在仍然存在著的 在我們內心當中事實上 就一直有著這樣子的心態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承擔這些 生命所面對的苦樂 尤其是痛苦 我們要確定自己所面對的痛苦 是過去業的結果 所以先由這一切 是由我自己所造作的後果 而加以承擔 但是這樣的後果是可以淨化我的罪業 淨化我的痛苦的 其實經由現在所受的小苦 而避免將來的大苦 所以是值得感到慶幸的事情 然後呢 曉得原來這些苦都是世俗有因的 所以我要從苦的因去下手去解決它 這是我所需要做的事情 因此呢 無論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不善業 我都能夠去加以避免 試圖去避免 透過對於慈愛的培養 對慈愛的熏羞 逐漸能夠避免這些大大小小的不善業 也就能夠間接地避免了日後 將要感受大大小小的痛苦 比方說當我今天被別人攻擊了 我會理解 就是過去曾經被 曾經攻擊過別人的果報 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那樣的憤恨心 而能夠心安理得地承受這一切 痛苦不見得是壞事 比方說今天我們因為疾病而需要動手術 那手術本身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它有沒有好處 它的好處就是能夠解決你的疾病 能夠使你的身體獲得康復 所以我們需要從這樣的方法去瞭解因果關係 那要瞭解因果關係 跟瞭解因無所助而生起心的這個 所謂無所源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 在佛家裡面我們非常講究三件事情 也就是所謂的見解禅修跟行為 那見解我們要講的是根本上的見解 最重要的一個見解是什麼呢 要瞭解心的本性是什麼 這個心的本性在佛 在眾生的狀態都是完全一樣的 佛的心跟眾生 一般凡夫走足他們的心 在本性上是完全一樣的 這是最根本核心的見解 如何理解眾生的心跟佛的心 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呢 就像是電力 我們講電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同的電 可是就電這件事情本身 哪個地方有電都是電 這是他們的共性 同樣的佛跟眾生看似不同 可是他們的心的本性就是具有共性 那個共性就是佛的本性 那我們要如何去看到那個共性呢 那個被稱為佛性的共性呢 這個時候要從念頭下手 當你不去追憶已經過去的念頭 因為過去的念頭已經結束了 追憶也沒有用 你也不去創造 不去迎接未來的念頭 而在那個當下的念頭去 直視當下的念頭 認識當下的念頭 既非過去念 也非未來念的那個當下的念頭 它是如同虛空一樣開闊的 我們說這個叫做心的本性的空的層面 但你在認識心的本性空的時候 有一個認識在那邊 所以有個明的層面 就是有個明晰的層面在這裡面 這個叫做心的空跟明的不二性 它既是空的又有了知性 所以這個叫空明不二 但了知空明不二 逐漸的了知空明不二 就會曉得原來佛的心跟眾生的心 它的本懷最根本的那件事情 就是空明不二 這個就是所謂佛家最根本的見諜 它既是空的又是明的 就是見諜 而當你能夠不斷的保持在這樣子的見解當中 你讓你的狀態一直是維持的了解 原來眾生的心跟佛的心 都是空明不二的完全一體的這個見解上面 反復的安住在這個見解當中 這個就叫做禅修 這個樣子的禅修就能夠對付任何的念頭 就像對你來講 當你了解了這樣的見解的時候 所有的念頭就像是海面上的波浪一樣 它仍然還是水 它只是形態會統一 這個就叫做禅修 你把握住見解 一直安住在那個見解當中 就是禅修 由於你有這樣的禅修 你曉得一切都是空明不二的 一切的念頭的本性實際上就是佛的自信的時候 你在生活的一切行為當中 就不會被負面情緒帶著走 不會被誠心帶著走 不會被基督心帶著走 因為你看清了這一切本來的面目 那麼你在生活當中就可以確實的去體會 去實踐所謂的自他平等 自己跟別人是平等的 因為你完全看透了 所有的眾生的心 都是空明不二的這個樣子的本性 而逐漸的你就會看到真正的那個心的 完全真實的那個實相的自信 清澈明晰的那個自信將會顯露出來 那個就叫做所謂的不生不滅的佛的境界 可是需要達到那一點 他的下手處仍然是回到剛剛所說的 你要從英國的規律性去瞭解 然後瞭解此案 然後再去關自己的性 之後你才會想到什麼叫做應無所助的生氣性 然後再第三 如果剛剛提問的 就是提問的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針對人關係的回覆 有需要再做一些分享 或者是想要再更進一步的話 那再請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繼續再融化解釋一下 那第三個提問呢是 這個長了一點 第一次工業革命 蒸氣取代了人力 第二次工業革命 電力和科技的應用 第三次工業革命 數位化的應用 第四次工業革命 物靈網的興起 那麼很快就有無人車的應用了 那麼但是人類的煩惱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那麼人類的壓力呢卻越來越大 請問人家 一般的社會大眾 有沒有一個簡單容易行的 收解壓力的方法 但是也不是很難為 如果有一個人用不來的 如果有一個人用不來的 如果有一個人用不去 這個人用不來的 如果有一個人用不去 呢 如果有一個人用不來的 就不去玩 那一點 就說 八dar bor sang这个怀疑 路 그냥弄成怀疑 ,对atsyukai 专辑的面俱诱过那么 一ところ ус说了 南京为为, 小伦 tässä年的 南京错了 专辑的专辑面积분する 黎晏000 答案的人 答案的人 distributed 就是,如果你缺乏正确的见解, 你缺乏对于那个 自我的 如果你缺乏正确的见解 如果你仍然紧抓着自我不放 那永远都会有压力 因为压力跟我直 跟自我中心是扣源在一起的 只要你有我直 压力就不免会随之而来 而最有能 最有办法能够强力解决我直的力量 就是反复的 强烈的去修慈悲心 修慈安心 解决了我直才有可能 解决压力 所以在这边基本上有几个可行的方案 第一个就是不断的 残求慈悲的道理 第二个就是 你可以暂时的摆脱压力 暂时的摆脱压力有的方法 比方说 你可以观想佛菩萨的样子 你可以去想像 揣摩佛菩萨的样子 虽然这是一个 带着念头 带着某种善的喜气的这种方式去做 因为你试着去 把专注力放在佛菩萨的形象上面 你对他越来越熟悉 乃至于你对他可能产生信心 这时候会转变你的注意力的焦点 当你的注意力转变焦点的时候 你的压力也会暂时的获得疏解 可是还是要回答那句话 暂时转变你的注意力 并不代表能够根本解决你的压力 根本解决压力还是要回到它的根源上去 回到自我中心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反复的去寻找 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根本 逃出压力 那逃出压力的根源 仍然是刚刚所讲的 我值 当你有我值的时候 你的心就是固化的 就是如同冰块一样 可是如果你再继续发现下去 你就会发现 慈悲心是解决僵化的我值心的解药 所以你需要升起慈爱心 你需要升起慈悲心 当你有了慈悲心 那么刚刚所讲的明空不二的正确的见解 才会随之升起 它跟慈悲是同时升起的 而正确的见解的力量 它能够强大到破除我值 才能够真正的 根本上的去解决压力 所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用慈悲心来根本解决问题 第二个呢 是观想佛菩萨的形象 来暂时转移焦点 但是这两个都应该要使用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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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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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间 痒痒痒 癌痒痒在 痒痒痒 痒痒 痒痒痒 痒痒痒痒 痒痒 痒痒痒 痒痒 痒痒 痒痒痒痒 痒痒痒 痒痒痒 痒痒 痒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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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 痒痒痒 另外关于压力 我有个个人的经验分享 通常 我们会觉得压力非常地强大 基本上就像刚刚所说的 是来自于我值 我们往往是期待 后续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开始焦虑这件事情 所以压力随时而来 这个当然是扣连着 扣连着我值的 比方说像翻车 如果今天发生了交通事故 翻车的时候如果有人 他想的是完了完了 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通常这样想的人 大概最后就是遗难者 有些人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想说我将会如何 他只是一心想着佛菩萨 比方说我们藏单佛教所说的度能 他一心想着这个 当他一心想着佛菩萨的时候 他并没有一直考虑到自己会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呢 问题的根源 也就是压力的根源 那个我值 自我中心的并不存在于这个当下 所以他不会受到这样子的压力的支配 所以他可能就幸免于难了 因为恶业导致他可能会死亡 可是恶业的原因来自于我值 为什么说他在想出佛菩萨的时候 他可以信念云难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当下 没了那个我值 所以没有了那个我值 就从根本上把问题的原因 给拔除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可以说是度母 这些菩萨的加持 这是从本尊的角度 就是佛菩萨的角度来说明 怎么样解决问题跟佛菩萨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补充经验 跟大家说经验谈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计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 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明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千佛法会 宫秦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平东庙云寺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即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师时 宫秦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9点半 地点平东庙云寺 平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据说在明朝的安徽营庆寺 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时 常驻会派给每位僧人一个月饼 然而有个小沙咪肚子饿了 准备拿起月饼充饥 不知从哪跑来一只 很饿的小狗 不停吠叫 摇尾巴 绕着它转 并起时 小沙咪屡挥不去 便踢了一脚 小狗因此哀嚎淘开 小沙咪顿时后悔 我饿了才要吃月饼 他不是也饿了才跟我讨东西吃 为什么我要踢他一脚呢 于是就把狗找回来 拨半块月饼 分他充饥 自此时光顺势 小沙咪在69岁时 已是位老师傅 掌管大殿香灯师之职 而当年的那只小狗 也转世为人做县长 有天 县长前来烧香 众师将寺内外打扫干净 并于山门外欢迎县长 见大众师傅对他毕恭毕敬 县长欢喜不已 谁知入殿后 发现殿中香灯师没迎接他 一怒之下 名侍从打他三十大板 回县府后县长心想 嗯 道四拜佛 本为植府 应对三宝宫敬 没迎接也就算了 怎么可以打三十大板呢 植府不成 反罪过迷天啊 为补偿这个过失 便建造一所小寺院来供养香灯师 香灯师闻后心想 这四里已经被打三十板了 过去修行可能被打到连命都没了呢 于是怕得不敢接受 此时 此时 住持和尚是位具有慧眼的郑国圣人 告诉他 县长的前世 正是那只小狗 并将前因后果一一告知 香灯师才肯接受县长的供养 最终于三年后 七十二岁时 原籍 因此那时的丛林道场流传了两句名言 一角三十板 半明共三年 由此可知 因果报应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若明了因果 自会仅剩三页 进而断恶修缮 即是学佛的第一步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